真的 还有一条无序阳神的替换之法没有记下 那位仙子 就是回到这屋子里的 冒昧讨饶 对不住了 此阵须以逝者原神为以 若无原神 可用无垢灵体鲜血一滴 可招魂俱破 小师妹是无垢灵体 是否对她极为合乎 若可以得到玉灵仙子的血 就能寻回夜袭我的原神 这空后生 方操是怎么回事 是邪火 还是去灵井中打坐调戏片刻 是啊 怎么可能是她 一个天兵来袭 调光 你不要 我要 一个女娃私营 这个 是 你们这是玩什么呢 这牌叫魔神杀 可好玩了 据说啊 是那个不须真人发明的 风靡四周 可给咱们小傲东长脸了 小师弟 洗牌洗牌 桌上所有人都没有神明的身份牌 魔神就赢了 终极魔神 对 魔胎加血骨 终极魔神就会复活 届时 屠身奴等魔机 就会立刻到终极魔神手中 如果这时还没有神明出现 魔神就可以开启终极大杀机 同碑盗 那我们也该去寻找魔胎 抢在魔族之前除掉它呀 就是啊 都干什么呢 是 师父来了 师父 又偷懒 快点 师父 快去 快去 快快快 快去 师父 不错呀 尖门大笔修炼繁重 你们还不忘孝敬师父 不错不错 放开我 放开我 仙子竟然不愿自己摘下面纱 谁敢偷袭我 转 你 你是何人 逍遥中 苍九命 这是智晓多和恒阳重的事 这逍遥中的弟子 管什么闲事 是不是闲事都已经管了 你若不服 不妨拿剑来说话 得 t 流 不 唐哲平 我是웅门之子 你难道还敢杀了我不成 不敢 那还不让你的枪滚开 不过 这神域广阔 妖灵凶险 若是有弟子 失手惨死其中 也是常有的事 是谁 翻路追究来是苏鱼 像何处暗 深渊之中时空缓转 心在忽暗 黑暗中只有你 为我照亮 夜秀 是你吗 这上京神域我还是第一次来 我听过一个有关上京神域的故事 万年前 这里有个战神叫做明天 她娶了一个 聪慧可爱的棒族公主 您叫丧之 故事讲完了 我们去找萧凌吧 好 你可知迷着的灵魂 情怀我沦陷 还一颗心悲哀死 可知你明显的一眼 如同如故的一件 远似就无限 你认错人了 为什么你偏偏要这个时候出现 我现在还不能和你想 对不起 快飞 在迷惧 唐九明 别被魔企蛊惑 快醒醒 瘫太静 你本就是魔胎 怎可忤逆无的意志 带着洗髓意融入你的心脉 别要苏醒 唐九明 醒醒 不 休想 这无忌 是洗髓印如雾心脉 唐九明 唐九明 洗髓印已经连接了你的心脉 你不要命了吗 唐九明 醒一醒 唐九明 苏苏 快给你父亲跪下叩头 以报答他生身之恩 父亲 爹爹 这怎么回事 数十年前 我与魔修苦战 重伤坠入荒原 险险被万腰吞噬 幸好 我坠落在地面洞口之外 我这才侥幸保住了一命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我便答应他 为他寻回他与王妻初皇的凌卵 当年初皇陨落 身躯化为宠宇空侯 我将空侯赠予那个孩子 希望在冥冥之中 他能得到他母亲的庇护 原来那是我见到的 是我的母亲 苏苏 无论你认不认我 取掌门永远都是你的父亲 养育之人无论是谁 都没有办法割断 无论你是否愿意 换我一身父亲 我们都会 一同照顾你 父亲 快起来 真是太好了 你心里的那个夜夕物 早就已经不存在了 什么叫做不存在了 你们有着一样的面孔 有着一样的性情 你 就是夜夕物 你为何都不敢承认 你听说过庄周梦顶 你就当夜夕物是那只蝴蝶 醒了 就该撒了 如何能散了 他爱过我 恨过我 即便这真的只是一场梦 你将我遗弃在梦里 我又如何能够轻易地醒过来 我的梦已经醒了 你醒不醒 都与我无关 谭太静 你若是真的想偿还 就忘掉过去 好好做你的苍旧民 二五号 是掌门之名林树枢 我已经决定要修无极荡 终此一生 出名为道 虔诚散尽 今生无悔 这便是你我 太子我得了 我无论 原来 你说生生世世 与我伯父相见 是真心的 大梦铭定莫停轮 酒醉到十分寸 借着耳饼似磨 谈累弱的承纹 所以 你和苍旧民五百年前就认识 还是一世的夫妻 难怪你在出关后 便一直郁郁寡欢的 好似变了一个人 就算我与他无法再续前沿 我的心里 再也不能装下别人了 是我不够周全 免能早些察觉 才让你一个人痛苦良久 我虽心有不甘 但无论如何 我都希望你可以 按照自己的心意 得到幸福 放下一个人的确不易 给我些时间 我会向师父自请离派 去捉药 希望我在见到你的时候 便能心怀坦荡 是做你的大师兄 那你好好休息吧 我先走了 已经一万年了 四婴惊灭 你们还认得吴吗 是尊上 这万年里 吴交与你们去办的事 怎么样了 术属下吴呢 刚刚才寻找到 尊上魔胎的下落 待属下唤醒 那魔胎体内的邪骨 尊上便可复活了 倘若邪骨已经被毁去 吴还能复什么 邪骨是无法被毁去的 它承载着您的意志 没有人能违抗 邪骨的意志 也没有人 能阻止您的附生 我就知道是你小子 在装神弄鬼 这就是你对待 尊上的态度 你只不过是肉体 繁胎一具 有幸被尊上选中 做了他的魔胎吧 带我们集齐三魔器 开启同碑道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真正的尊上 一样会归来 这也是你的荣幸 荣幸 你错了 我不是你们的尊上 现在不是 将来更不会是 叶熙悟 我不叫这个名字 我认识的人 他就叫叶熙悟 谭太监 你被我骗得还不够吗 但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我一直都是坦太监 不是你害怕我 变成的那个样子 洗髓印 不是我接触的 第一件魔器 还有一把魔弩 我同你做过 五百年来 我都在幽冥川寻你 也是在那里 意外地发现 并融合了图神的 也是这股力量 将我从幽冥川送出 都好了吗 你在幽冥川中 被灼伤的地方 已经被师父治好了 那就好 曾经的网之主地面 也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若是苍九明 和黎苏苏从头开始 还会不会有机会 公子来我这绣坊 不知有何贵干 可怜 你 抖城 我喜欢你 不是因为念isf 而是因为是你 可惜这些事 还没能让你知道 你我此生的缘分 就已见了 小脸 原来是来了个俊俏公子 在下宫也纪吾 我乃长泽山衡阳宗弟子 今日原本是要去景国都城 不申侮辱子弟 套扰了 原来他也成了仙门弟子 我早前听说 景经理闹了妖怪 莫不是那妖怪跑到这儿来了 姑娘不必慌张 这是屈妖府 你将她贴在门上 可以作为防护 那我就替姐妹们泄口公子了 澹台青 你怎么跟狗皮膏药一样 我好不容易有机会 下山散散心了 大路朝天 我们各走一边 行不行 终于开口说话了 我刚刚还在想 玉林仙子下山前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成了哑巴 你这样死皮赖 两个跟着我和泼皮无赖 有什么差别 玉林仙子这就冤枉我了 我这不是在跟着你 即便是隔了五百年 这景经的泼寒节 还是一年一半 各地人士都会来凑热闹 我本就是景国人 自然会出现在这里 若真要论一个先来后到 那应该是你跟着我才对 谭台剑 你在萧妖宗静学那 有嘴滑舌的功夫了是吧 不好好修炼 出门再来就不怕碰到个妖怪 没关系啊 有玉林仙子在 宁红扶齐天 可以照着我 说不过你 你自己玩吧 好 我先走了 掌柜的 我们要住店 你们二位 是开一间房还是两间的 当然是一间 这 我出来得着急 分文未待 难道你想我今天晚上 露宿街头吗 没关系 银子我呆了 掌柜 给他开一间 离我那间越远越好 好 小人之心 嗯 月 仙君 您起得真早啊 大师兄 你怎么来了 我在井井捉妖 没想到会遇到你 你们 你们也是要捉妖吗 嗯 师兄 你来得正好 捉妖这事你最擅长 快帮我们出出主意 好啊 哎 哎 看什么 好看才看啊